現在疫情正式開展 那我剛好也是在最重的重災區 在新北市 今天超過1萬例以上的確診 那實際上狀況其實 我們之前的預判也是 它其實是非常的慘烈 不過現在很多以前 擔心的問題現在慢慢也都 一再的浮現出來 那大家所知道的第一個當然就是 因為我本是在急診 然後大家都很清楚現在急診就是 根本就是無力就是疲於奔命 那除了所謂的這個 因為快篩羊或者是有症狀的人 會跑到急診來做這個PCR的確認之外 那實際上本來在這樣 應付的重大疫情的時候 就需要更多的醫護人力 但是很事實的情況是說 台灣一直在實施這種精實醫療 所以平常其實沒有 過多的閒置的醫護人力在那個地方 那現在實際上在院內裡面 不斷的也有醫護同仁是確診 確診大概至少就是10天 然後呢同時也有一些匡列 雖然現在有一些提前回復到 工作崗位的一些做法 就是以篩代格 但是還是入不敷出 就是這個人力要負擔這個快篩大軍 那這些快篩大軍可能會 因為我們現在在醫療其他的能量 其他各科其實並沒有降載 也就是在用平常的 要應付平常的一些醫療的這些業務上 之外還要再負擔這額外的這些 篩檢的這些工作 其實是是非常非常繁複的 而且這個loading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而且前一陣子其實也提出來 就是說現在其實有一些 平常有慢性病 比方說血液透析洗腎的病人 原則上現在中央政府 基本上是認為說 如果假設這些人即使是確診 他平常在洗腺 比方說135或246 每兩天洗一次 那基本上如果假設他確診 但是是很輕微無症狀 基本上還是應該留在原來的 外面的洗腎中心 因為台灣洗腎人口帶太多了 所以大部分是在社區的洗腎中心 但是事實上我們就碰到的 就是很多的洗腎中心 一旦這個病人確診他就聚洗 我們實際上也沒有任何的措施 去要求這些基層的洗腎中心 所以我們最近即使我們是醫院 我們其實也不是醫學中心 但是我們就不斷的會碰到 平常兩天洗一次的 現在可能四天沒有洗了 五天沒有洗了 所以我們要緊急接收來 讓他住院緊急洗腎 那洗腎是一個 只是其中的一個冰山的一角 也就是很多慢性疾病 所對於這個如果一旦他確診 他的醫療的需求 是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這是第二個衝擊 第三個就是說 各位也知道現在一旦確診 基本上就是隔離10天 但是10天的時候 基本上到第10天 測PCR的時候 不一定CT值是小於30 但是根據我們中央的規定 就是10天就是要解隔 請問一下CT值如果現在只有20幾 解隔要去哪裡 實際上以過去的定義來說 CT值小於30是可能還有傳染性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不能隨便把它放到社區去 那各醫院就要想辦法說 我要再另外 現在已經床位吃緊 幾乎就是蠻窄 還要再去設一個下轉病房 也就是你要再控除一些病房 再去排擠其他的一些醫療的 所需要的能量 那這些都是各醫院 現在各醫院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所以挑戰 我認為是剛剛才開始 剛剛開始 對了現在才2萬多 最多陳時中說 可能會到20萬高點 不管你家那10萬 15萬20萬25萬 你現在才2萬多 今天搞成這樣 那他不是說病床都夠嗎 那怎麼會這麼 我記得好像王副委員長 上個禮拜就說 福大已經滿了 到底怎麼回事 而實際上福大當然 因為我想新北市是重災區 那不是我們就我了解 不管是在新北市亞東 甚至於就在我們的隔壁鄰居 這樣這個鼠北 或者是在新北市聯合醫院 大家都是滿的 那也許有空床 或許是到屏東去 會不會有空床 我知道 但是那是緩不濟急 就基本上 就是南部的空床 沒辦法解決北部的問題 那現在疫情也有逐步往南 蔓延的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對於南部來說 我覺得也許是好事 因為北部現在的情況 對於他們來說 等於是提前做一個部署 就好好做準備 但是以目前來說 其實尤其現在各位如果看 這個每天確診人數的那個曲線 這個曲線的那個斜率還是抖的 還是很急劇上升的 完全沒有到平原期高原期的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準確的預期 最高峰到什麼地方 那實際上就是現在的 目前的所謂的專責病房 即使我們都依照政策 比方說15%變成專責病房 基本上還是不夠的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